Hello,大家好,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,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如何使用日记来学习语言 我会给你看我学习日记和我音乐日记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,我们开始吧 首先,我们来看这个日记 我用这本日记来跟踪我语言进度 很多日记分路组有相同的结构 比如今年的日历,我的水平,目标,资源 还有我今年最喜欢的 下一页,我有空间写下我对当月的期望还有所学 如你所见 并分一起含义 我也喜欢铁贴纸来装饰它 OK大家,那是我的两本日记 我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 我也希望它们给你一些日记的启发 那在下一个视频中见 拜拜